LAYO 了世紀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不利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6點鐘方向的HERA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特色是馬弓的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弱馬跟草原騎兵有血量加成 現在弱馬在封建時代到城堡時代 這個時候城堡時代即使是刺 也會有血量加成,算是一個不錯的buff 蒙古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馬弓路線 步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沒有大槍兵,但是有劍兵勇士 後期可以轉大量的蒙古突擊 配上駱駝、大駱馬 都是一個很好的馬弓策略 而且他本身也有強奴 所以遇到伯伯仁的話也可以使用強奴去進行壓制 整體來說蒙古人最大問題就是後期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前期的經濟加成很不錯 可以吃食物吃得更快一點 前期可以轉棒棒開局或是肉開局 或是趕快上城堡時代 都是一個很好的能力 來看一下伯列顛這邊的文明 Vchester選擇了伯列顛 伯列顛的話他的特色是前期吃米安很快 這個文明特色就有點有特色了 伯列顛是吃羊很快 蒙古是吃野味吃很快 前期都是前期吃肉很快的文明 所以伯列顛其實也是很適合 唉唷這邊偷豬 偷豬並沒有直接偷回家 而是在這個地方想要直接吃掉他 讓他死在野外 好所以伯列顛也是很適合肉馬開局 或是棒棒開局的文明 唉呀這一村被打了 會不會被抓死呢 好消仇恨沒有消到 消一下拉不回來 會被射死嗎 一村換350肉 點掉 漂亮了Hera開局搞到野豬 很久沒有看到Hera開局搞野豬了 用一隻村民去換野豬這樣划算嗎 我覺得是划算的 好這裡想點支部來不及了 好但支部已經研發下去不用再剪 不用再消除了 好那這裡趕快再來打獵 來看一下鹿群 鹿群的部分現在還沒有開始推 Hera這邊的弱馬是不是撞到了 哇靠撞TG 這個 Hera的野豬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Hera的刺頭怎麼死了 快過來走 他是想要偷野豬是不是 我想說他的刺頭怎麼沒有過來幫忙 這邊偷野豬偷到自己炸裂了 來看一下這個肉馬是怎麼死的 哇那這樣蒙古沒有辦法去吃野味了 好本來是想要一個多線偷野豬 但是這邊在忙著圍 結果被野豬給打死 尷尬了Hera這一把 你有點拉差了 哈哈 蒙古前期 沒偷到豬 而且鹿群也吃不到 那現在MITREASTER應該會很想要知道 你的鹿群在哪裡 你到底有沒有把鹿推完 應該是沒有 這邊兩邊相遇 偷到了一個鵝 MITREASTER看到Hera這樣子不講武德 想要偷豬 一個氣泡泡 不給你 本來照理來說正常開局的情況下 這個鵝是會給Hera的 但是Hera這邊先搞了對方 對方也不開心了 你搞我我就搞你 你的鵝就是我的鵝 你的鵝放到邊邊角角不讓你吃 OK 而且損失肉麻行動下 這個鵝也不太能過去吃掉了 太遠了太遠 好這個遠距離打獵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想要高打低試試看嗎 Hera有沒有在看呢 我覺得應該是有的 好 前期打的還算是蠻驚險的 哇Hera這什麼東西 剛剛是十五村想要點封建嗎 好剛剛卡了人口一下 好果子現在只有兩個人在吃 Hera現在要小心 好17匹點下了封建時代 還是非常迅速的 其實是18匹喔 因為自己死了一村 那蒙古來說 最極限應該是16匹或17匹喔 都可以點這個封建時代 最極限應該是16吧 沒記錯的話 可以全部吃野味 開局就吃這個野豬 然後路趕快推回來 綿羊全部吃 都拿去探圖 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局方式 好普人均衣兩邊封建時代 看一下地圖 好黃金地圖 應該只有這顆黃金是個大問題 前面這個黃金可以圍起來 沒什麼問題 明確實這邊兩塊黃金 位置就很不錯 都可以開下城鎮中心 這個位置也可以開 這個地方應該是沒辦法 有點窄 這個地方好像也可以開這樣子 那左邊這邊稍微圍一下 後面3TC 不列頂家裡就圍死了 唉唷 這邊圍是決定這樣子圍 可能是沒有看到自己戳木頭 明確實是決定在家裡 把家裡給圍死 但這個圍是不是怪怪的 對啊這個直接圍到底 怎麼是這樣子圍 怪怪的怪怪的 有時候圍家 會有點疑問 都已經看到邊邊了 好 卻不是先圍邊邊 好那現在地圖上來看喔 HERA是比較有 這個洛馬壓制能力的 目前來說 明確實這邊洛馬不太敢出門 而是走防守 因為他選擇了圍家 好 防守路線 所以洛馬暫時算得出量力 也不會想要出去搞人喔 這個算是一個很好的觀念 當你想要圍家的時候 全部的兵力喔 都在家裡防守就對了 不要再想要出去 家裡圍家還要出去搞事 這樣自己家裡爆炸機率喔 是非常高的 好所以現在HERA洛馬想要瘋狂的壓制對手 但是好像找不到太多的機會的樣 好已經進不去了 那家裡要補射箭場呢 家裡補射箭場 才會比較能防守住這些洛馬的騷擾 好沒有打算要補 HERA HERA加沒有圍 所以洛馬一定要趕快追過來 好開始挖金礦了 好 不能吃鹿的蒙古 經濟會有多慘 我們待會就來看一下 深時代現在蒙古完全沒有任何的優勢 資源採集量只有4400左右 好資源快要輸了300 還200這樣子 那少吃了這些鹿 經濟真的是很差 好這一洛馬補到了第4隻 明確實這邊洛馬再過來看一下 你家裡的狀況 但是先生時代的會是HERA 沒有維加經濟還算是不錯的 但是人家維加經濟資源總量還是比你好 就可以知道蒙古前面不吃 不推路的話經濟是很差的 好現在城堡時代還有1分半時間 明確實這邊還有2分半 差不多也差了1分鐘左右 好HERA這邊可能是要走草原騎兵路線的 好這裡直接一個關本獸漂亮的 直接把你關廁所 這個台語關本獸 我來了 槍兵競技場 哎呦先打掉殘血了 3隻肉馬全死 Maintrest這邊繞得太不小心了 直接被關起來打 OK 但是這裡不是靠槍兵 而是靠肉馬全部裡面吃掉了 AERA這邊點下了1攻 先讓草原騎兵的傷害值來到10點傷害 那蒙古其實有個很特別的打法 就是直接上2攻的草原騎兵的戰術 那上2攻的草原騎兵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3攻可以來到11點 就意味著你打這個村民 只要4槍就可以戳死1村 那在點1攻之後 還是需要2槍 要5槍才行 所以蒙古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 蠻有這個變化性的 但是對方是工兵開局的話 勢必這個馬凱還是得點 不然會被這個工兵給4到頭破血流 好左邊這邊直接補了一個新的TC 後面這裡也沒有開TC 明確實的這邊 二級反目點下二級色也點了 先走了一個布弓兵開局 ERA則是上城堡賽 點出了一些草原騎兵衝進去 這裡想用弩砲去串燒 串到一隻殘血的村民漂亮 草原騎兵有1攻傷害加成 差點打破 兩隻村民蓋 直接蓋起來 唉唷但這一波直接捅爆了 哇但還好沒有2攻 看看如果這邊有2攻的話 這些村民早就已經死了 好但這邊上來再過去 這一村直接放棄 好工兵開局 對上草原騎兵還是有點難受 而且後面還有弩砲啊 弩砲有點麻煩 好現在工兵數量明顯不夠 草原騎兵過來 解掉這隻村民 狐獵典人開局死了5村 但HERA的村民術並沒有領先 HERA這邊斷村斷的有點兇 但草原騎兵現在開始給到壓力了 好繼續想要繞 奴砲繼續串燒 可以再串一隻嗎 哇又死了一村 奴砲這裡串得很好 這裡再衝進去打掉兩隻工兵 肉馬在後面當守門員 保護著奴砲 奴砲 奴砲現在沒有辦法被摸到 好這一肉馬終於被解決掉了 草原騎兵現在 好也沒有辦法打到後面這一塊墓區 這一波明確實的打得還算不錯 但是村民損失的是有點多啊 守勢守住了 但是村民也是死的有點多 那草原騎兵這個單位最麻煩的是 就是沒有辦法用一般的槍兵去做解決啊 人家有義工的射程 這邊轉槍兵也不一定守得住 所以最好就是工兵繼續出 轉出這個彈道學跟修道院 去用招響的方式是最好的 好但蒙古 Hera這邊是走了一個強攻路線 甚至連衝車都點下了 好後面有草原騎兵 這面有衝車加奴砲 壓力真的是很大 好彈道學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黃金礦暫時沒問題 左邊繼續挖 那Hera這邊應該是看到對方主經在這裡啊 想說你的主經在這 附近在後面 只要把你的後面附近控制就沒問題 但他的附近其實這裡還有一塊 所以我們才說Blaiden這邊地圖附近的位置還不錯 但是沒有被控制的問題 等奴砲這邊串燒傷有點高 直接串死了四隻工兵 好點掉了一隻 現在工兵事量開始成型了 打奴砲開始有傷害 好再點掉一隻 好衝車來了 有沒有準備一下投石車呢 好沒有投石車 還沒有關係 明確的這邊的想法 使用自己的工兵 去做poke 我只要射了175下 就可以打就一台衝車 還算蠻快的 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 不會慢 不會慢 射就完事 是不是 好 這裡工兵繼續射 好 但是奴砲壓制力開始有點不太行了 不列顛的射程真的太遠 奴砲只有7點射程 打一般的工兵 我以為來說奴砲是很有用的 但是打不列顛來說 是需要有點極限操作的 畢竟他沒有射程優勢 也沒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整體上來說操作是比較偏困難的 好 HERA這邊點下了馬鎧科技 看來還是要防守一下 這裡有彈道學 箭矢可以吃得很準 好 不列顛經濟開始慢慢回穩 出名處繼續領先HERA 大約10吋左右 HERA二級馬鎧點下 好 城堡已經補下了 好 這邊高地 公車 哇 賞好高啊 直接速噴 投車嗎 這邊還是繼續走奴砲 我怎麼覺得這邊走投車會比較好一點啊 但投車好像比較軟 好來看一下這邊奴砲出來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 HERA等下了手推車 好奴砲準備 要放出來了嗎 還在屯 好這裡快要用弓兵射掉這一個工程器製造所了 奴砲放出來 串了一發 這邊蓋TC 有打的你的機會嗎 長工出來可以 城堡在這個位置 守住了 這個HERA絕對打不進來 百分之百 贏了 這邊的城堡在這個位置 贏了 輸不了怎麼輸 哈哈 完蛋了 HERA想說要一波帶走 結果 對方出現了一根寶 在TC附近 直接控住了這個區域 這裡強攻宣告無果了 沒有辦法 這個再繼續強攻只會越來越虧 火力點陣地在還算是不錯的 但是後期沒有火炮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可以壓制蒙古人 算很好的 好那現在工兵來到了18隻 18隻的工兵配上9隻的強攻 開始長攻轉型 這邊稍微斷一下長攻兵 存一下黃金 待會要來升帝王時代了 23片農田 3TC 上帝王 好 上帝王時代 趕快村民 再繼續按下去 好 弩炮再過來 好草原騎兵來了 點一下 再點一下 OK 撤退了撤退了 這不能再繼續打下去 這裡以及HERA 沒有主動權的優勢了 只能被迫轉戰矛 單轉戰矛沒有三級的工兵護甲 怎麼看起來偏良啊 遇到這個不列電劍羽 還沒有工兵護甲 每一發都是穿新劍 來了來了 HERA遇到WINCHEST的長攻壓制 炎炮串燒 追過來 好 電王時代好一分半 現在HERA3TC農 但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經濟有點炸裂 雖然資源上沒有落後太多 大概1400左右 但是不列電已經點下了義勇騎兵 科技慢慢全面了起來 義勇騎兵其實很難點的喔 這個木頭消耗量很大 換成說點帝王時代之後才會點的 但沒想到這麼快就補了 看來長攻路線沒有打算要停 只要不列電走長攻的話 HERA其實是走馬 或是走蒙古圖技 都有點打不太贏喔 因為蒙古圖技雖然正面打得贏 長攻 但是有城堡跟射程上的優勢 基本上數量一開始就輸出的情況 你要再用數量再繼續反制回去 是有點困難的 勢必要先轉出戰毛兵 後期才有機率轉蒙圖 才有可能打得贏長攻了 MINCHEST這邊的重點就是 要繼續使用巨型頭司機 加上長攻陣地戰 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才可以獲得這個攻勢的延續 那基本上這個時候 HERA就只要打工兵巨頭 槍兵 這些東西產出來 騎士一直都不用出 基本上就穩了 這裡收掉了一隻草棋 這裡是決定先打後面的草原騎兵 草棋直接過來秒殺了 這些奴兵 好 HERA防守還算是蠻快的 好 現在常攻 欸 直接點掉了後面這些奴炮 剛才吸散這坨奴兵 然後換了一些奴炮 這個成果還算是不錯的 好 蒙古這邊也點下了 新啟兵 好 重裝廠槍兵補下 化學 廠攻繼續拉扯 好後面補了第二個軍營 這邊直接貼臉戰矛嗎 HERA這個是操作失誤了吧 貼臉戰矛 我怎麼想都覺得哪裡怪怪的 好 那應該是沒救了 好 剛剛貼臉是不是直接在城堡下方 跟他對貼就好了 直接走出了城堡設施範圍內 好像死傷更多的感覺 好但沒有關係 這是HERA的 算是小失誤嗎 好不確定 草原騎兵多線操作 但是完蛋了 不列顛開始轉槍兵了 槍兵一出來 騎兵的操作路線應該是沒了 巨型頭司機已經拆掉了城鎮中心 好巨頭趕快拆 攻勢有延續下去了 好 槍兵被草崎秒殺 應該槍兵數量還不夠 先點下了精銳長弓 結果補了一根城堡 陣地戰繼續往前推進 HERA的TC 失守一個 這裡至少損失了一千多的木頭 這裡區已經全部荒廢掉了 後面要趕快繼續補TC 或是補農田 有 再補 OK 鴻瓶繼續補了下去 異用時代 還有一分鐘 好 這邊具用戰毛兵抖動 想要換一些長弓的數量 那明確實 這邊一直想要射 但射不太到 哇 這個躲劍躲得很漂亮啊 長弓一直一直的被HERA點掉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圍超嗎 但是面對經濟強大的對手裡 這個圍超好像不是那麼的有用 好 黃金地方一直一直控住 然後獲取野礦 是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來了 巨頭架起來了 好 草原起兵這一波 抓了蠻多的村民 在這裡要再收村一次 OK 點掉了 HERA轉出了大洛馬 在這邊轉大洛馬 有機會嗎 槍兵已經慢慢量產起來了 前線補軍營了 完蛋了完蛋了 軍營越補越多了 好 洛馬出來 那為什麼HERA這邊要轉洛馬 因為黃金被控住 現在沒有辦法很好的去產出黃金兵 但我覺得轉騎士或草原起兵可能會更有機會一點 但洛馬 洛馬好像真的沒機會 草原起兵可能才有機會 哇 洛馬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Winchest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真的沒機會啊 這個洛馬怎麼打 你用草原起兵血量多 打這個重艘長槍兵 還有一點的工程優勢 那如果是走洛馬的話 只能貼身硬打 貼身硬打 基本上也沒什麼希望就是 那HERA這一波會被一波帶走 也是因為這波長弓的攻勢 有繼續延續下去 長弓的數量並沒有被減少 後期蒙古人打步工兵路線 本來就是稍微有點難打的 這個結果 畢竟鎧甲部分都沒有三級了 用步兵打工兵也不切實際 基本上要後期 爆出大量的草棋 才有可能打得贏這些搭配 或是轉線蒙土才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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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